那從八月柯文哲的家裡 還有黨部搜索到現在 我一直就在問一個問題 那一堆一堆的錢 現金在哪裡 因為在這個USB名單還沒有出來之前 從去年開始 我們很多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坦白說就有一直聽到 很多藍營的企業家 在抱怨 對 說要賺還是不賺 都跟我們說會賺 錢拿拿 六次都沒有 真的假的 昨天彩衛在我們這邊也假 跟藍白痕破裂之後 那些原本有OA柯文的藍營建商都去炸了 其實不只建商 藍營企業家都去炸了 然後你知道 所以一直知道說有人是這樣 一疊一疊一袋一袋的給柯 然後當搜索的時候 我一直在期待說 大家會不會搜索出什麼 可是通通沒有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還在問說 錢在哪裡 今天的不管中刊報導的是真是假 可是確實有一些 第一個有給錢的人 有人已經承認了 沒錯 第二個幫忙募款的人 有人也已經承認了 邱佩玲 好啦 那只有收錢的那個人不承認 對 這就很詭異了 還有第二個 錢到哪裡去了 大家要知道 這些人給的都是幾百幾百 不是幾百塊 是幾百萬 而且都是現金 不會透過銀行金流 那一疊一百萬 好大概這樣子 好大概這樣 那如果五百萬就是一個水果禮盒 當然一個鞋盒 對 沒有 應該比鞋盒大 一個水果禮盒 好啦 那這個五百 那個兩百 那個三百 欸 加起來那個名單 現在今天週刊那個名單 起碼就幾千了 對 那錢在哪裡呢 當然有人說 他已經轉換成虛擬貨幣了 在所謂冷錢包 對 但因為我是比較傳統的人 阿伯年紀又比較大 我寧可相信是不是在台北市的 某一個空房子裡面 好存著大量的 你說有個阿伯的大秘寶 還有藏寶圖 你被找到門一踹開 裡面都滿坑滿谷現金 這個太戲劇化了吧 沒有 我覺得比阿伯用虛擬貨幣 要可相信一點吧 我想到阿伯要在那邊 寄那個助記值 我覺得我都搞不懂的東西 為什麼他搞得懂 我不能接受 你想想看逃租影員 這麼多戶 到現在都是空的 如果有一戶 沈靜靜跟阿伯說 你缺所在放錢 我這裡的保安保全很好 你剩菜撐一盒 我把鑰匙給你 請問一下 現在北姐有去搜索 逃租影員全部的空物嗎 如果這個房間裡面塞滿阿伯的錢 這太可怕了吧 之前不是一個營建署的官員 那個收匯被發現 連水管裡面都可以塞錢嗎 對 新竹的 對 然後過去靈異寺被發現的時候 還燒錢 而且是他媽媽 他媽媽拿走 在那邊燒金索 對 把那個美金當作金索 燒幾千萬 對 燒了一百萬美金 對 所以我覺得什麼情況都要 你又放我這邊嘛 我這很安全的 所以你看喔 如果說真的 現在傳出來說 橘子曾經回黨部去拿錢 那代表黨部 可能也是放錢的地方 所以之前北檢搜索黨部 一點問題都沒有 沒錯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會放在哪裡 會把錢放在哪裡 如果有啦 如果有不知道會放在哪裡 可是現在本來是如果有 現在那個如果兩個字 已經可以慢慢的塗掉了 因為有捐錢的人承認了 對 有去跟人家要錢的人承認了 對 那錢呢 錢呢 怎麼會柯文哲的那會就燒掉吧 是 錢到哪裡去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週一到週五 晚上10點到12點 鎖定山立 你這套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都給我上線 好 好 好